都在录节目嘛 然后真的是很不适应 最不适应的就是化妆 尤其是我们女生化妆时间又长 每次都化两个多小时 我平时就化十分钟我就出门了 所以现在化妆我连坐都坐不住 我平时在家我都是坐一会儿 躺一会儿 劳逸结合那种 这种强度我真的受不了 就两个小时我都有一点理解了 为什么有一些女艺人 显得那么没有文化 天天这么化妆 哪有时间学文化 而且你知道我认识的 有文化的最有名的那个 脱游秀男演员 你感觉他每天清醒的时间 都不到俩小时 最可记的是啥 就是我坐半天化完出来的 这些男演员见到我 第一句不是你真好看 而是你化妆了 我想请问有哪个女生化妆 就是为了让你看出她化妆了 你疯了 你知道正常的流程应该是我一出来 然后你们就说你今天真好看 然后由我来说那是因为我化妆了 但是现在我一出来你们就说你今天化妆了 那我咋办 我只能说对我今天真好看呀 你知道我长相虽然不丑 但是怎么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当艺人 就在我的印象里都是那种长得特别好看的人才能表演 你知道吧 我唯一一个跟表演有关的梦想就是我想当演唱会后边那个半唱的 就是当那个主角站在舞台的中间 然后各种灯光滑服打在他身上 然后各种辉煌 然后我就站在黑暗中 穿一条黑色的裙子一直这样 然后当那个主角唱累了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我觉得这个挺好 这个看起来工作量也不大 对吗 就是 但后来也没做成 你知道吧 因为我长相虽然过关了 但是我五音不全 我从小就知道 我长的是那种很普通的人 你知道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喜欢上我班一个男生 我特别喜欢他 正在我鼓足勇气要跟他告白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来到家告诉我 他说 杨丽你知道吗 你暗恋的那个谁谁谁和咱们班花好了 你知道当时我特别难过 我想说 咱们班花 他不是我吗 你们能体会我那种难过吗 我但是觉得不可能啊 我就是我们长得最好看的呀 我妈就这么跟我说的 我妈妈不可能骗我呀 你知道 就是长相普通的女生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而且随着越长大 我们对外貌的焦虑越来越重 有一阵我每天出门都要带一本书 你知道吗 不是为了看 就是为了显得我与众不同 尤其是坐地铁的时候 你坐着坐着 然后就一堆女的就进来了 长得特别好看 腿也好看 脸也好看 头发也好看 哪都好看 但这个时候我一点都不慌 我就拿出我的书 站在他们中间 心里充满了自信 想说 你们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我拥有灵魂 真的 而且你就觉得 我是不是做什么 都是为了取悦别人 而且现在有些男的也这么想 你知道吧 我有一个朋友 男生 他有一天跟我说 杨丽 为啥我从来没有嫌弃过 我女朋友胖 她依然要减肥 我说 是因为你女朋友减肥 不是为了取悦你 女朋友减肥 是为了换了你